夏天养心护心 喝好这一杯茶 舒舒服服过夏天 大家好 我是中医孔大夫 为什么中医常说 夏天是养阳气 养心脏的好时候呢 首先夏天天气温暖 我们的身体也更不容易遭受风寒 有些阳虚体弱的朋友 如果总是手脚冰凉 怕冷很严重 一到了冬天就遭罪 那就很适合 趁着夏天的温暖气候 养一养身上的阳气 把身上的寒气逼出去 在五行中 夏季和心是对应的 中医因为心者通于夏气 像一些心脏不舒服的朋友 在冬天或者寒冷的气候里 心慌胸闷的感觉很严重 到了夏天的时候 就会觉得舒服很多 但也有些朋友 在夏天的时候出汗多 好气丧筋 身体最先出现的不舒服 也和心脏有关 比如心烦意乱 失眠多梦等等 这些情况都是 心者通于夏气的表现 如果你本来就有一些 心脏方面的疾病 如冠心病 高血压 高血脂 心率不齐等情况 我们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帮助我们辩证分析 正确的去调理我们的身体 顺应天气 尽量的减少疾病对我们的损伤 如果你本来就没有什么疾病 但听了今天的分享 也想要在夏天的时候 养一养心脏 补一补身上的阳气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两味药 泡水喝 帮助我们补养养心 小方子的出处是 伤寒论 叫桂枝甘草茶 除自于桂枝甘草汤这个方子 用到的两味药材也在明智中体现了 就是桂枝和甘草 桂枝这个药材本身就可以露心经 在很多通心活血的方子里 会用桂枝来饮药露心 同时桂枝的药性温散 也可以温阳善寒 在很多发散风寒 用于感冒的方子里 也会选择桂枝这味药 甘草我们可以选择制甘草 是经过蜂蜜泡之后的 这样会在甘草原有的补气生金的作用下 增加健脾补气的作用 让我们的脾胃更好地吸收药性 更好地调理我们的身体 这里要提示大家 即使药材再好 我们还是要辩证用药 中医治病讲究 仍然质疑 所以这个小方子 虽能补养养心 但如果我们本身就是烟虚火旺 或者身上有食火的朋友 舌头干红 总是口渴烦躁的 就不适合用这个小方子来调理身体了 心热的药性会导致我们阴血不足 火热更旺 好了 今天的话题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有心脑血管方面问题 可以留言给我 我们下集再见